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影响各行各业 许多公司行号裁减人力以求生存 今年28岁的莫惠宜原本是从事公关行业 因为疫情而失业 不过失业却开启了他经营咖啡厅的梦想 在家人的鼓励之下呢 他投入了餐饮业 租个小档口卖素汉堡 而推广素食的同时呢 还不忘造福行善 铁板滋滋声响 每一块见得金黄香脆 是无动物成分制成的素煎饼 老板将档口齿名为心已暖 背后别有用心 我想要我的顾客吃了我的食物 他们都有那种很温馨 心会暖化的感觉 因为如果顾客他们吃到开心 你就很有那种满足感了 注意的时候我有吃受辣 你吃了没想到 很吃了很好吃 莫慧怡原本是一名上班族 受疫情影响失业后转战饮食业 开启创业之路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要开一间素食餐厅 毕竟现在是MCO嘛 然后如果我一下子开一间餐厅 又好像很冒险 然后就想想下 我可以从这些小小的行业开始试看 做起看哪一些经验 他要做burger嘛 我就建议他卖树的比较好 也可以跟人家管节三年 其实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健康 很多人都会吃树 李贵兰如素三十余年 是女儿创业的幕后帮手 周末举家也会抽空前来帮忙 帮忙妹妹煎这个burger 因为也不会太长的时间 只是花费我一个早上的时间 反正我也是没有东西做 所以吃出来帮忙出一点 在现在你要注意你的质量 质量不可以做妈妈糊糊这样的 确保客人吃得很好 他会跟你感受你做的东西很好吃 心仪暖汉堡特色在于口感和调味 让人难以分辨是荤还是素 就连荤食者也占好 其实素食也可以是很好吃 也可以鼓励更多肉食者来吃 有昆食的客人吃的那个汉堡包 他们根本不知道是素食的 他们都帮回来 那么我们跟他讲是素的 是素的 他讲 那么吃到很好吃 除了经营档口生意 莫会仪也通过脸书推广素汉堡 因此结识许多善心人士 出资鞋园汉堡送到孤儿院及老人院 后来也是吃素的嘛 然后就要 找了很久 要找这个Burger素的 找不到 然后就后来就找到 他有做素的 就很好 有福同讲啦 就是吃得好的 不是献一下 给他们吃 给他们开心一下 你看到他们开心 你真的是觉得你做 这100粒200粒 虽然是累 但是也是值得的 也是要感谢热心人士 他们真的很感恩啊 很感恩他们 对 不是我们算了 因为我们要打那些 不吃去给国员了 哦 嗯 你 dipiné voodoo com i do 还请lee 他很感谢 他们想到你赶紧了吗 嗯 嗯 应该是 天啊 小朋友礼貌地道歇后开始享用汉堡 哥哥吃得津津有味 BRDB福伦社儿童之家收容各族孤儿 这次的汉堡送爱也为小朋友们带来温暖和欢乐 麦大爷李婉君如果聪学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